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只有拜登总统跟他的团队在白宫守着坚持抗议还有坚决的搞经济 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pros and cons 对 一般大原则就是说你华盛顿不要来找让我华尔街这是最好的scenario 那现在暑假嘛 暑假通常就是在这个时候议员都回家 他一直要到label day以后才回来 那congress已经都回家了 那senator比较辛苦一点还要再工作一个礼拜 不过他在走之前事实上送给拜登一个大礼啦 就是说拜登现在积极推动的这一个american japan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本来说是2.23兆现在变成差不多一兆的这个infrastructure 我们通常说是infrastructure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那天投票 礼拜三投票senator先呼先呼候他是67对32 也就是说50个这个民主党的还有17个共和党的过来 所以就变成多数压倒性胜利67点32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这个plan我们拿下来的 我们要写这个法律 就是说给他一个开绿灯啦 就是要过来 当然啦也不是那么简单 接下来就是要写法律的条文 美国法律任何一个bill 写起来都是几百页厚厚的一本 要写这个东西 写出来以后 senator通过 congress通过 然后两党协商最后整个过 所以应该是会进行 现在很难说百分之百会过 但是就是说这个已经进行下去了 他们放暑假之前 senator放暑假之前 给这个拜登送一个大礼物 当然拜登很高兴的啦 这个这个必有可能 不能如其 如他所料的两百 二点多个trillion 但是至少也拿到一半 最主要共和党那边同意说五千五百亿 去放在这个修桥啊 补路啊 railroad啊 这个 airport啊 water pipeline 这些东西 那现在既然国会放暑假了 那就剩下拜登一个人守白宫 他方向也对啦 我们真的啊 就是说目前在影响整个政治社会 甚至影响华尔街股市最重要的经济 就是还是经济 那这个infrastructure当然就是经济了 那另外一个重大的课题 也是一个大的question mark 就是说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疫情 在6月6号的时候最低七千的平均是 就是一万一万一千多个case 到昨天已经七万多了 这个很这个很伤脑筋啊 对 相当相当麻烦 那那拜登跟去年的这个川普比起来 川普那个是佛系的 那拜登真的是希望想在这个抗议上 真的保护大家 让这个疫情不要扩大 他他他心里我知道啦 他心里有想说要要这个mask 要要联邦来mandate 他他知道这行不通 这一定有很多challenge的 但是他就是说 好啦我没办法做这样 你们各州各这个政府去决定啦 但是联邦政府的雇员要来上班 你要prove你有打两个vaccine 是没有打你就不能来上班 现在美国也越来越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policy 需要这样子没错啦 拜登他总统 因为美国是联邦国家嘛 他他不能说全国一定要戴口罩 或者是他很想做的 全国戴口罩 然后搞一个叫做什么疫苗护照 你到看电影 坐飞机一定要proof 你要打两剂 这个他知道办不到 在美国是办不到 他心里有想啦 所以他现在只说联邦雇员喔 你Federal employee 你没有打两剂的话呢 他也不能强迫 你没打的话呢 我就regularly给你做这个PCR test 他就就这样 甚至于他还想说 呃美国公民要出国 你要先有打两剂 你才能够出国 这个只是他心里想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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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啊 是 是 OK 这是好事啦 但是你美国这个国家嘛 自由民主法治嘛 所以你如果太太challenging 那个太跨过那个线的话 你又subject to 好多legal的challenge 或者什么 但是你在私人的公司里面 他这样mandate的规定 并且进去还要戴口罩 那么 这可能也会有人challenge 如果调皮的人 他可能去告Facebook 告Google 多有可能 那就看律师怎么defense他们自己 这个很难说的 这个就是美国嘛 对对 好 那这个国会议员在回来上班之前 想必华盛顿对于华尔街的骚扰的 惊扰比较会少一点 大概往后一个月 到Levold Day之前 大概就没有什么大事的了 因为这个infrastructure American Japan就想说 应该是go ahead的 然后这个疫情就看白宫怎么处理 当然影响公司啦 也就影响股市咯 当然 OK 好 那个是唯一的drawback 我们密切的关注 现在又要开始关注 每一天confirm case多少啦 是的是的 是的 这个death多少啦 然后这些confirm case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啦 那也希望12岁到16岁的青少年要尽量也要去fully vaccinate it OK好我们看一下在上个礼拜七月份的七月底的FOMC的meeting给我们投资人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 对我用他的原文讲一下 这个里面呢是很好玩的地方 我们这个如果要当内行人我们要看看他的门道 他说这个当然啦他讲经济 continue to progress despite concern over the pandemic 就是说虽然有这个Delta这些coronavirus还没跑 但是我们的经济还继续在progress然后继续在进步 然后这个经济是在加强 OK这是好这是好事情 那他现在为了他将来要涨利息或者是缩减QE 他已经开了路了 怎么说呢 他说the fact is nowhere near considering a rate hike 我们离这个要开始开始这一个涨利息 nowhere near 嗯 还还还好远 好远 好远也就是说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San Francisco要到洛杉矶哦 还好远 但是呢 但是我们已经在走了 他用progress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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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所以他说we have not reached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充分的这个进步 是progress到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火车从旧金山出发要到洛杉矶 他现在告诉你说we are in progress 我们在走了 我们已经在走了 他走了表示说旧金山一定会到洛杉矶嘛 可是他说我们的路途还有很遥远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走了 总有一天会到这个这个洛杉矶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涨涨利息 但是还很远 什么东西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呢 还没有到呢 就是说employment就是就业还有inflation 还没有到 真的还差很远 所以我们离这个要考虑 考虑涨利息还差得很远 因为他说we see ourself 我们看说we are having some ground to cover to get there 我们还有好长的路 他一路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有好长的路 才能达到这里 但是呢我们不是还停在旧金山 我们火车已经动了 只是说刚开始而已哦 我们一定会到 我们一定到的时候到那里 我们就cut QE啦 然后就涨利息 所以他给涨利息普通 但是说我们还很远 那跟六月份的讲话又不太一样 六月份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讲 2022的年底以后呢 可能又要涨利息 现在又不这么说了 所以我们还是看employment 就业跟inflation 到底怎么样 所以通常是这样 Upset一年八次费 3月6月9月12月的最重要 然后在中间的 就像这一次7月底的在中间的 他肯定不会说什么话 肯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但是Paul以前提过 他是一个政治CBA的 又是一个律师 后来才进这个investment banking 然后进入这个A&Q这些area 然后还进过财政部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他当作政治人物 所以他讲的话非常的政治 但有关covid他怎么讲 我们现在concern的就是covid covid他说 他说我们现在在第四波 我们现在上来的第四波 他说一波比一波的这个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少 虽然经过第三波 现在第四波上来 他也认为说 这个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少 然后他最后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字 他说we have kind of learn to live with it 我们必须要跟covid共存 共存这句话很重要 我觉得也很对 所以他的信息大概是这样 现在八月底有一个Jackson Hall的 议题每年都有 这很重要 世界各国的这个中央银行 都会在哪里开会 那时候可能会 比较明确的一个信息出来 然后九月的Fame meeting 我想也是很重要 这个这些各国的中央银行的大佬 都敢坐飞机到美国来哦 我想通常一般以前也没有多来 就来视讯的 欧盟他们他们会来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 台湾日本的也都没来 那今年可能都是用用视讯聊聊天吧 嗯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联储局的主席 他说话呢 就是鹰派也摸摸头 说我们已经开动了 鹰派也摸摸头 还很久了 哎到处都不得罪哦 是是是 这样是最好 好好他会抓住一个 对华尔街 对全世界的金融体系 最好的动作 还有最好的讲话 他是一个很 怎么讲呢 我没看过Fed的Chairman 是这么 灵光的是吧 这么灵光可以这么说 这么正式 这么会讲话 对对对对 讲话永远不得罪 对任何一方 哇 其实这个也是天性 也是受的训练 OK 我们现在呢 来进一段工商资讯 之后 我们用两只股票 来看一下 我们的股市到底有没有进入地雷股 我先把这两只股票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有computer在面前就可以看看这两只股票 第一个是Boston Beer 它的代号是SAM跳空下跌 第二个是Amazon 也是礼拜五跳空下跌非常多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回来讨论一下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实现买无梦 降低利率更加实现投资梦想 推出自住房超低重贷利率 五十四万八以下 五年ARM最低2.125APR 五十四万八到八十二万二 五年ARM最低2.375 九十万以上 江波论五年ARM最低2.5 全部无任何费用 预约一对一咨询 请致电降马 408-858-3198 408-858-3198 仓胜第三方仓库 相比Amazon仓库 更加自由和低成本 全年入库无限制 操作大件更便宜 更能支持客户做SFP业务 助力客户实现全美二日达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com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 分机109 408-290-9200 分机109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96Heather Drive Asiton 腹地庄园 尊享奢华人生 八皇八全域 四半域 一万四千七百平方尺 占地四万两千六百平方尺 药价一千三百五十万 327 Stockbridge Avenue Asiton 1.3英亩奢华隐秘 极致空间 五房六全域 二半域 八千五百平方尺 药价一千三百万 详请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八十万的人 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语集团 888-831-8868 仓胜电商第三方仓库 与同行相比 更加高效和准确 一键代发 每天99.9%发货率 99.9%的发货准确率 入库上架时效高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 408-290-9200 分机109 408-290-9200 分机109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 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 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 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私生贷款顾问账码 推荐优质贷款项目 把握历史低点 锁定最佳利率 UC Davis内科教授 兼心脏科医师范大利 专门解读不同情况下 戴口罩的建议和指导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帮助客人灵活省钱 8月7号8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严博士你好 大家好 看一下这个很惊悚的 这个一个图表 我们先来讲 Sam Boston Beer 你看他从不久以前 7月份的中期 还是900多块钱的股票 结果现在已经超过 一个trading week了 现在达到710块 Amazon也是一天跳空下跌 7.56个percent 这个是要叫很多人踩地雷吗 对我们可能进入这个布雷区 这个要从我们两个礼拜前讲的 周小姐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 N年surprise已经不再surprise的 我们上一次提过 对我们讲的目的就是在这个 因为呢去年第二季机器很低 然后去年的Q3Q4都是surprise surprise 今年的Q1也是surprise 那股市就在这一段时间 跟着surprise一路往上走 现在第二季开始爆了 已经差不多将近三分之后都爆完了 在这个时候呢 N年的surprise就已经不再surprise 也就是说它的边际效用 已经很低了 在这个时候呢 N年就很重要 N年不能差错 现在投资人会非常picky 你一点miss的话 他就恨你他就punish你 我们最明显的 最近就这一个礼拜 你来这个刚刚周小姐提到的SAM SAM就是波斯登比尔 波斯登比尔通常在五六七八 这个天气这喝啤酒的时间 这段时间它股市都涨了 但是今年怪了 五六七这三个月 它一路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下来 这个就是有点问题 有点smell fish 果然啊果然 它N年报出来 我觉得这个 它的管理也奇怪 它guidance为什么给的那么烂呢 它估计说是六块六毛九 给它expectation六块六毛九 结果它出来四块七毛五 这个华尔街 大概就是说punish它啦 就把它给大卖 一天卖掉二十六个percent 它最主要是这个hot seltz 它seltz sales不好 非常流行 这个summer就是大家都在做 说它竞争很大 seltz是什么 seltz就是汽水 hot seltz就是加酒精的汽水 这个啤酒一样 三点几% 5%这个啤酒 啤酒是苦的 它就给人用咖啡啊 用芒果啊 用 strawberry啊 桃子啊 很好喝的哦 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 去买那个 好多牌子 corona也有 那个当然这个 Samuel Adams也有 butlite最有名的 有它在这方面的竞争太大 竞争太大 可能这方面失散 那所以就 surprise不再surprise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你好好注意哦 你earning有问题 你就出事 那我们昨天的Amazon一样啦 Amazon也是一样 它earning很好啊 它earning是bit expectation expect 12.3 然后出来是15.2元 这bit很多 但是它的guidance Q3的guidance不好 然后revenue miss了 revenue它本来说1,152亿 它现在结果出来是1,130 30.88亿 那这样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应该是好消息 因为sales减少 可能是经济情况 可是在sales减少的情况之下 我能把这个earning 给它push 表示什么 管理好嘛 有可能管理好 我想大家都很同意 就是管理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华尔街还是punish它 跌掉200多块钱 跌掉7点 刚刚周小姐 7.65 7.65 56还是6 5656 你脑筋真好 我给你的考试 你又通过了 所以这是很严重 所以bottom line是什么呢 我们以后的出earning 可能投资人就会想说 问你有什么miss 下来的处罚是20% 10% 7% 这样下来的 所以很可能在earning 要报的时候 我们以前都经过这种情况 因为你要报的时候 赶快把它卖掉 真的 它踩到地雷 这年头不能够堵earning 对 所以已经到了我们上一次讲的 surprise 不再surprise的时候呢 就会进入地雷期 因为它纵使 bitt meat expectation 但是呢 miss这个whispering number的话 也会被punish punish 可以5%可以10%可以20%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还是小心 institution for个人 可能明天要报问题 今天赶快跑人 对对对 那现在都是跳空下跌 这种股票 就好像是一个falling knife 投资人还记不记得 这个在股市上的老的说法 就是never catch the falling knife 现在还不适于接啊 对 falling knife 基本上是不能catch的 但是这两支股票 ambazon非常好的公司 Samuel Adam SSM 也是非常好的公司 你如果要的话 还是可以 一定有机会 在很好的价钱 把它给要回来的 嗯 好 现在再来看一下 最近公布的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证管会呢 已经 呃 约束 不让中国的ADR在 新的股票在美国上市了 那么现在要谈的这支股票就是 一自从在美国上市以后 那个时候是达到18块 然后就一路走低 跌到7块半 然后现在回头是到了10块3毛1的DIDI 那这个股票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要买进它了呢 呃对中国股在美国上市 就是我想是碰到困境啦 这最最开始 最原始大概是说 川普的12月18号 签署的这个外国公司责任法案 那在呃 今年3月24号SEC开始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 他规定说 联系三年未遵守上市公司 审议委员会 就是PCAOB的的这个审议的话呢 就会被除牌 就是delist 然后呢 他必须要外国公司 最主要讲中国公司啦 必须披露自己和母国政府的的关系 所以这个这个压力是第一手 就上一次好多公司 比如说腾讯音乐 爱奇艺 唯品会跟随学 还有百度这些杀下来 我们记得一个韩国的投资人 叫做Bill Hwang的 这个翻个大跟斗 诶 那个家伙怎么没消息了那个Bill Hwang 他的Family Trust Family Fund 他已经就等于被wipe out了 没被外保 就是因为中国股 那中国股就是因为这个外国公司责任法案 3月24号开始执行的关系 那滴滴也是一样啊 滴滴他这方面的压力 他还听说啦 他还是违反中国上面的意识 他印在中国上市 当然中国要给他叫停他的平台新用户的注册 还有他从这个应用商店下架 这些联系打击他 所以让他从IPO价钱14块 一路跌到前几天的7块多 现在反弹上来 那中国当然用很多理由来整治这些 这些互联网行业的公司啦 比如说消费的隐私 滴滴就是这样说的嘛 用用消费者的隐私 他说有敏感的信息 比如说个资啊 地理位置 我送给美国 然后美国给他找一点IPO 这这些都是都是 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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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too big too big 给反弄断来制他 所以我的八大卖是这样啦 中国公司 你说滴滴啊 什么腾讯音乐 爱奇艺啊 维亭会这些 甚至阿里巴巴这些 这些怎么办呢 不会变零 不会在美国下次 下次他要给你钱 不会变零 但是跌到已经这半年 一路下跌 总有一天 要可以 可以用你的Coffee Money 买一些啦 像滴滴跌到七块多 你买了 现在又好像 涨到十块了 像这种公司 所以中国公司 它风险在的 它的风险存在 有美国的风险 有中国的风险 所以这些风险在 但是呢 你如果比较NIMO的话 也许可以玩一玩 因为它不会零嘛 滴滴不会到零嘛 但是呢 是不是七块多底部呢 是不是还会再下呢 我想这个 这个赌的性质相当大啦 但是值得 值得投资人去 去观察 去玩味 也许在这里赚一些Coffee Money 嗯 好的 好的 来 判断一下这个暑假的股市 尤其是八月 我们现在刚刚好是八月初 和九月的股市 通常都是不大好的呢 嗯 对 上世纪 1900 1950 这都五十年前 八月是十二个月里面 最好的月份 因为是农业社会 两个percent是农业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知道股市 Q123是最烂的就是第三季 那最烂的当然 最烂里面的最烂就是 就是 就是 high tech 就是说这个 第三季是最差 那这个 有关于月份呢 七月份还好 S&P跟到 都排在中间 但是呢 最后的两名呢 S&P到 两名 最后的就是 八月跟九月 我们面对的 八月跟九月 然后呢 Nestec排名最后倒数第三名是什么 七八九 就是这三个月 然后 high tech 又比较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想 在 在这个环境之下 华府不会吵我们啦 那 在这个 季节性 就是 季节性 上面呢 我们就是处在于 比较差的quarter里面 面对 前面比较差的月份 所以我想会先蹲 先蹲后跳 我还是期待 十月以后 如果不是十月 要么十一夜 到到明年一夜 股市还是有一波上涨行情 但是这个八九月 甚至于到十月 比较小心一点 可能会有 三五个percent 以上的collection 那先蹲后跳 这是 呃 长情啊 嗯 好好 哇 今天讲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呢 再度非常感谢 闫博士 闫博士 非常谢谢你 祝你晚安 好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仓监联电商 仓储服务 提供一键待发FBA退仓换标FBA转运为Fair自提业务 现在在美国东岸中部西部建有30万英尺标准化仓库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109 408-290-9200-109 好消息 大额贷款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7年ARM最低2.5 5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L11-13591 您还在为事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烦恼吗 您想要自主创业成为老板吗 2021疫情环境下 有为就有机 您准备好抓住机遇了吗 连锁加盟顾问Lean 帮您分析当下环境中创业优势 政府扶持项目 打开成功致富的大门 每月都有线上讲座 聚焦不同优质加盟项目 咨询详情 请致电或短讯到650-660-7837 650-660-7837 GMCC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a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ng.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Gow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就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Tendra008 at yahoo.com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请奉上 96Heather Asiton 副地庄园 尊享奢华人生 八房八全域 四半域 一万四千七百平方尺 占地四万两千六百平方尺 要价一千三百五十万 三二七 Stockbridge Avenue Asiton 1.3英亩奢华隐秘 极致空间 五房六全域 二半域 八千五百平方尺 要价一千三百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听众朋友 今天让我们来访问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的主任 严树荣 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 严主任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戏骨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严主任 现在因为是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许多人都需要台湾护照啦 或者是其他的领务的服务 乔教中心是不做这些服务的是吧 现在也没有代收领务相关的案件 是吗 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 护照跟领务的这个业务 向来都是住住金山办事处的工作 他有时候会来我们乔教中心办一个我们所谓称的叫做行动领务 那主要目的是因为 旧金山办事处是在旧金山市区里面 那有一些可能在南湾地区或是东湾地区等等 或是半岛地区其他有一些可能不太方便进城 那刚好我们乔教中心位置这个市中地交通方便 所以他们以往会有在我们乔教中心借用我们乔教中心的场地 那旧金山办事处派人来来这边办理护照 或是签证申请或是文件认证等等的这个申请工作 那以往都一直这样做 可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那考量到防疫的规定 所以他们从去年三月shout in place之后 那就暂停了我们这个在我们乔教中心办行动领务的这项业务 嗯 对对对那目前旧旧金山办事处的领务大厅 也是暂时停止这个对外开放 也是防疫的规定 可是他们现在也有开放一些是用网络预约的方式 那一些文件的申请也可以透过邮寄的方式来处理 呀至少有一个solution就可以了 让侨民知道该怎么办 好那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得到了三个讯息 就是以前经文处派在我们乔教中心所办理的这种行动领务 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这项服务呢就没有继续在金山湾区的Mupitas的这一站再继续做了 但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用两种方法 一个是网络上面预约 另外一个就是用邮寄的方式都可以达到您的目的 那当然可能时间会拖得长一点 不过朋友们这个经文处啦或者是乔教中心都是非常亲民的都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您只有慢个几天的话他们都会相应的会了解您 而给您一点这个亲切的服务的 好谢谢您的这个回答 严主任那现在回来请您正式介绍一下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 成立的宗旨以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好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创建者 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曾经有讲过华侨为这个革命之母 其实我们海外华侨在中华民国的创建 以及后续发展的这个阶段 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早在民国26年 那就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侨务委员会 那来提供我们海外侨胞服务 那真正的可能要到1980年代的时候 才有在各地设置海外侨胞中心 就是真的在海外设置一个趣点 然后来提供侨胞服务 那当然侨胞中心的目的当然就是感念我们海外侨胞 对于中华民国创建的贡献 以及各阶段的提供的这个协助 我们提供各项的服务 包含侨胎的联系服务 那还有我们很多的中文教育侨胞上面的服务 那还有我们一些台商 这个或是海外侨胞的服务 侨胞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趣点 可以让很多的社团在这边 说开会也好 办活动也好 或是办一些讲座活动也好 那侨胞中心都扮演 凝聚侨胞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就是希望 拉近我们海外侨胞 跟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互动关系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发展是有受限的 然后有一些限制 那很多的地方可能会需要海外侨胞 因为他已经移居海外多年了 在侨胞地已经建立了很多的人脉关系 或是跟主流社会都有很好的互动 那所以我们觉得这层关系是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工作也好 或是侨胞工作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所以特地侨胞中心在海外提供最直接最快速的服务给侨胞 我觉得这个是让侨胞感受到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对海外侨胞重视及支持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直在的一直在进步在发展 那我们现在着重是比较双向的一个服务 我们现在会比较希望说 我们侨胞也可以回馈给中华民国台湾 每当中华民国台湾那边发生一些灾难事件 比如说台风水灾 那是最近的这个太鲁阁号事件 其实侨胞都非常的热心的这个捐助 还有这边我们有想要就是说 海外很多这个国人会经常旅游到国外 那可能在海外会碰到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们也成立一些叫做 侨胞救助协会 透过侨胞力量可以提供第一手的协助 然后在有办事处或是侨胞中心这边来接手 等等那还有我们有一个大侨计划 就是台湾会有一些大专学生 那我们想说增进他们的国际视野 或是对侨胞的了解 那我们这边侨胞也会组成技术家庭 然后来帮助这些大专青年来这边 那这段期间他们可以在这边 体验一下我们海外的侨胞奋斗的历程 然后也让他了解一些外国的 就是说我们美国的这个发展的情形 那我想这种种都是说 我们希望从早期比较单一的 就是说台北那边一直提供资源 到现在是大家比较有一个双向互动 互交流的方式 就是说大家都有付出回馈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互动 的确是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侨胞中心的一个宗旨跟目标 呀 经过几十年来的演进 那侨胞的这种形态 还有祖国的这些政策都有进步 都有改进 从从前的单向到现在的双向的互动 那总之要达到凝聚侨胞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了 严主任 我们现在把侨教中心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在100号South Mupitas Boulevard 你看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好记的地址了 100号South Mupitas Boulevard 当然就是在Mupitas 那电话号码呢 是408-747-0394 如果没有人接电话 就请您留话 408-747-0394 我们现在又到了工商资讯的时间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MaxRow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w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w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Row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w Cupertino 请洽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GMCC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e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an.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病情判得准 学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bo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ugge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uggen Helen Ho是一位 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 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 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与屋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领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 他是金山湾区 乔教中心的主任 严树荣 嘿严主任 我们刚刚了解了 乔教中心 经过几十年来的演变 现在真是发展的 非常多元化 那在新冠疫情之下 文教中心的运作 是不是受到影响 那要怎么样的因应呢 的确 新冠肺炎造成的 这个中心盈域 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依照这个 幸福的防疫规定 其实是禁止群聚的 那我们中心本身 很重要的一项业务 就是提供侨团 侨色办理活动 让大家领域强应 所以这个部分 之前是禁止 那现在已经 到有限度开放 可是还是 还是没有完全开放 所以我们有成立了 一个LINE总机平台 就是说 各位听众朋友 你可以在上面提问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乔务电子报 那有一些LINE的群组 那其他会提供 很多的这个最新的讯息 之前乔委会有跟 台湾的这个卫福部 有成立了一个 健康益友APP 那他就是 可以在线上看诊 他结合了这个卫福部 跟一些医疗院所 来提供线上询问 都是在疫情影响之下 我们乔教中心 运作上面 做的一些调整 那很多的都已经 变成线上来进行 包含乔社的活动 也很多都是改成线上 那我们中心就是 我们会是个案的 都提供他们协助 是因为新冠疫情 已经延续超过一年多了 我想所有的民众朋友 都已经非常非常习惯 用这种 Televideo的方式 来进行互动 哇这些都是相应而生的 maybe以后这方面 会越来越多的发展 那严主任来介绍一下 乔教中心有什么事 和一般民众比较相关的服务项目 好 对一般民众 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就是说我们中心有一个图书馆 那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图书借阅 那中心也有一些期刊杂志 那大家可以来看 那第二个开放给一般民众 就是我们有个乔包卡 那我刚 哦呀 乔包卡 乔包卡就是 你只要有拿到美国护照 那现在也可以上网申请的啦 其实你到乔委会的网站 你搜寻一下乔包卡 它可以在线上做申请 当然你要准备一些资料 那可能要upload上去 那成功了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张虚拟的乔包卡 那你有需要 也可以到我们乔教中心来办 如果我们中心 阿门没看就按个服务灵 我们就会专人下去 你也是要填一个表 送一些资料 再来就是像之前 新冠肺炎疫情 刚刚爆发的时候 这边口罩是很难取得啦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也跟这边的一些团体合作 从台湾订购很多口罩 那乔委会 我不知道周恩的名字 乔委会之前也有提供 海外无二清等的乔民 可以免费取得15片的口罩 我知道 并且我都是受益者 对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大概直接 给民众可能一些 比较相关的服务项目 的确实在是非常的便民 严主任乔教中心有一个海外青年文化志工 正在招募新生 请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海外青年文化志工是什么 做些什么样的志愿工作呢 OK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 它叫做FACA For Mosa Ambassador Association 乔委会 它有发现到我们海外的第二代第三代 好像比较没有意愿参与乔社活动 那我们研究分析的结果是因为 它可能对台湾的了解不够 虽然父母亲可能是来自台湾 可是他们是在美国长大 所以他们对乔舍活动 可能都会比较兴趣缺缺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program 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training program 主要focus在提供他们的leadership 还有teamwork 还有community service 等等之类的一些training跟一些program 那每一年我们会有训练一批新生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就生 也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那你完成了training之后 那我们会提供它很多的community service的一些opportunity 一些社区服务的机会 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学业上 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community service experience 所以 哦对对对 要申请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们会包含可能你说有时候 中央民国国庆升旗的时候 或者是元旦升旗的时候 那还有一些桥色重要活动 比如说华人运动大会 还有一些国际同玩节等等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我们都会请参训过的 志工来帮忙 然后就会给他这个service hour 那他的service hour如果累积到100小时以上的话 那我们会帮他申请这个美国总统志工奖 我想这个就是会让他们更有incentive来参与 那当然我们培训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会介绍他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些发展现况 让他对于台湾可以有更多一层的了解 那我想以上是我们这个FASCA的办理的一个目的 那严主任除了海外青年文化志工之外 乔委会还有什么相关的青少年的活动呢 还有一个都还蛮popular 就是叫做英语服务营 那这个是说因为台湾的英语的教育 在偏乡的部分可能资源比较缺乏 所以乔委会有跟教育部 还有客家委员会合作 从英语系的国家 那当然美国当然就是英语系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地点 那我们从这边去领选一些11年级以上的高中生 那他在暑假之后可以回台湾去做英语教学 教这些偏乡的学童英语 那这个program受到好评的原因是 很多的家长送他们的小孩去以后 他们觉得小孩带回去的当中 他们学到了很多 因为他们要在比较偏僻的环境下 大概要待一个一两个礼拜 那在那边他要自己洗衣服 然后可能要受蚊虫惊咬等等很多 回去台湾再回来之后 他们对于父母亲都 好感恩哦 对对很感恩 然后同时他们也增加他们对台湾的本土的了解 因为很多的回去教英文的学生 他们回来都觉得说 哇台湾还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 这个民主自由 然后人民很亲切 当然又很好的这个美食 风景也很漂亮 所以也增加他们对台湾的这个了解 你这个喜爱 对他们在台湾 教了几个礼拜的书之后 回美国之前 一定要带他们去好的地方 吃吃喝喝 对对对 那这个是我刚刚讲英语服务 那当然美国的青年 想要学语文的话 他会有开语文班 让他们回去学语文 那还有一个是 叫做恋恋台湾 这是一个新的program 他可能是 譬如说父母亲跟小孩子一起回去 然后他可以安排小孩子 可能几个礼拜或是短期的 实际到这个台湾的中小学里面 然后跟这些中小学一起上课 那父母亲可以去走他自己的行程 办他自己的事情 那结束之后 然后再一起回来 这也是一些给这个青少年相关活动 那我也趁今天这个机会 大概停一下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那我想可以跟我们中心来联络 我们可以再跟您讲比较 更detail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有一些东西都有一些变化 不过您如果有兴趣 我们还是很乐意可以 有三人为你们说明 好的 中心的电话号码是 408-747-0394 刚才提到申请侨胞卡 哎我忘记问了 申请到侨胞卡有什么好处啊 哦是 这个侨胞卡原来是 乔委会跟台湾的一些商家 所合作共同推出的 因为大家知道 海外侨胞一回去台湾 这个十一住行娱乐 你会牵扯到很多的这个商家 为了提供海外侨胞更好的服务 所以乔委会推出了这个侨胞卡 那后来就扩及到了海外 那当然到目前海内外 总共已经有四千多家厂商 是这个我们侨胞卡的特约商店 哇 增加这么多了 对比较侨胞相关就是 我们的华航长荣都是 侨胞卡的特约商 那当然 比较知名的像易美 天人民茶等等 这个也都是在我们这个侨胞卡 那在台湾的旅馆有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呢 所以也有 不过我这边要说明就是说 这个必须就是说可能自己去了解 那那整个这个侨胞卡 他在乔委会的website上面也有一个专区 我觉得不妨上去先看一看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我刚提到的 我们海外的台商 或是海外的侨商也有在这边经营 像这个万轮猪脚 像这个chicken and tea 精脉等 他们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侨胞卡特约商 那还有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优质的医疗健检服务 他也是我们侨胞卡特约商之内 太好了 是 侨委会为了服务侨民真是不遗余力 侨教中心对于推广华语和华语的教育 有什么措施 是这样的 没有侨教就没有侨物 那我刚提到很多年轻二三代 可能对台湾 或者甚至对中华文化 对中文可能都不是太了解 所以推动侨教也是我们侨教中心的一个重点工作 那当然我们直接联络的对象 当然都是很多的中文学校 那中文学校在他们之上 还有个叫做中文学校联合会 那我们针对中文学校的部分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措施 包含我们提供他由侨委会编印的教材 那如果说他要自己购置一些美国编制的教材 有一些像美洲华语课本 他也是侨委会可以补助 就是说你虽然是订海外的教材 那侨委会可能每一本可能给你一点补助 因为侨委会知道很多的海外中文学校都是热心的教育人士 或是父母他们很多都是valentia 半买半箱送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经营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侨委会就是有提供他们教科书 那有时候如果说他们教学设备上面如果有一些需要 比如说他们可能为了要校务上面的推动需要 可能会补助他们买一台电脑 让他们这个校务上面可以做得更好 他们如果办一些推广文化的活动的话 那也可以个案去申请补助 那当然我们像我跟副主任还有中心负责侨教业务的话 我们也会定期的去参访一些学校 然后实地去跟他们可能有一些互动 做谈交流 了解他们看看有什么样的需要 那再来就是 对 再来就是说 现在我们也知道 现在就是网路科技很发达 所以侨委会其实有发展一套叫做全球华文网 他把这个很多的教材都数位化了 然后把它放在侨委会的一个网站上面 那里面的资源相当的丰富 就是说中文学校或是侨教老师们 你想要上哪一种课 那不妨进去里面去找 我觉得里面各种影音的文字的 各种这种教学资源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在这边也鼓励说 大家也可以来多多利用 对对对 还有我们新的同委员长上任以后 其实他也非常的有创意 他办了很多像是全球华校电影华语配音竞赛 还有全球乔校学生及乔生华语口说争霸赛 他透过这种竞赛的方式 然后也提供奖金 然后让这些在海外学华语的去参加这些竞赛 那提升他们学华语的兴趣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我们在华语中华语文教育上面的一些作为 那再来就是中国大陆里面有个孔子学院 那现在因为某种关系孔子学院好像陆续比较没有在运作了 那乔委会这部分也希望我们的海外乔校 就是说可以除了教我们这个华人二三代的子弟之外 也可以扩及他们这个教学的对象 比如说可能到美国的主流人士 他根本就不会讲华语了 就是开这个班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有意愿的这个学校 他要提供一些计划书 那经过乔委会乔校审核通过的话 那乔委会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 让他来从事教美国人来说华语的这个部分 对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推动这个华语文教育上面的一些相关措施 是非常的详尽的 OK那么我们还没有提到说乔教中心 那对于本地的乔台商有哪一些措施可以来服务来帮忙他们呢 是其实乔台商他们因为经商的关系 所以我想资金来讲对他们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很多乔台商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 那当然乔委会在之前就有一个叫做海外信保基金 信用保证基金 就是可以提供海外乔台商 如果他们要创业或是我要扩展事业 有资金上的需求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海外信保基金来贷款 那当然因为因应疫情的关系 其实乔委会有特别在提供一个纾困的方案 只要你因为疫情的影响 你的营业额受影响达到15%以上 你就可以去申请海外信用保证经纪的贷款 那本来它是从可以贷款25万美元 那最近好像又调高到40万美元 那就是希望说如果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产生营业上面有问题的话 需要资金的话 那乔委会这个部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那我也建议你可以跟我们乔中心这边打个电话联络 然后我们来看看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或许我们可以提供您一些协助 那当然其他就是我们的同委委员长上任以后 有编了一些台商服务手册 那当然它汇集了我们经济组科技组 或是我们台茂中心这边的一些资讯 把它汇整成册 就是主要是一个讯息的提供资讯平台 就是说这些手册 那也都放在我们乔委会的网站上面 那如果乔台商有兴趣 譬如说它是以地区为单位 像旧金山就有一本旧金山的乔台商服务手册 那你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看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知道您需要的 那你如果要别的地区 也可以点 譬如说纽约地区 你也看纽约 或者是洛杉矶巴士登等等 不同的地区 乔来当服务手册 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比较细部的 像因为现在防疫的关系 也编了一本全球防疫物资的台章名录 那当然乔委会也跟台湾那边的 台湾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 还有全国农业合作金库 推动了一个叫做全球台章农业服务方案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乔委会现在也邀请 中华民国台湾那边的23所大学 会进行一些国际产学合作联盟 然后来看看这些学校 有没有一些人才 到时候可以投入到我们这些 乔台章的日业当中 我想这个都是乔委会 对于乔台章提供的一些相关服务 哇我觉得台湾本地还有各地的桥界都已经极尽 所能极尽脑力都在想如何的帮忙 总业它会有一个海外据点 那点进去看就可以看到 我们进去乔中心 好 www.ocac.gov.tw 那乔教中心的地址是在100号 South New Peters Boulevard 如果大家有事情要去的话 可以按一下门铃 那么中心就会有人下来 来接待您了 电话号码是408-747-0394 非常完整的访谈 也非常感谢严树荣主任 谢谢您 期望下次再相见 拜拜 谢谢 好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